魁卯末年 群雄分歧 武林动荡 江湖传闻 此人冷如冰 寒如雪 绰号 陈一统 凭借一张肉饼 在位十九年 横扫云贵川 上到CCTV电视台 下到贵阳电视台 都未曾报道 但生意却一成的火爆 正午之时 传奇之巅 葱绿袭来 热浪席卷 一时间风云四起 每天均要消耗八盆肉 一盆酱料 酱料是这肉饼的灵魂所在 下料太少 无法满足口味中的贵州人 下料太多 容易掠夺猪肉的鲜香本味 387度热油煎制 会让饼外酥脆 饼内细嫩 这么大呀 小总妹是贵阳陈鸡肉饼 排队排了一小时才吃上呢 可料不得了 哇 真扒起啊 小味挺歇乎 哇 酥香酥香的 真香啊 这肉饼有点大 哇 没有瑕疵啊 还有一点儿骂酥酥的 小舍哥 你吃你也没骨 还给我一张纸 这情报是哪儿的 难怪排队啊 排队是有原因的 黯然修魂 给你们展示一下了啊 唯一的一口了 不一眼啊 都是肉 哎 喝点了 稍等 马上啊 贵州 熟大 下午两点 虎视眈眈的时刻 从不同纬度 在排队中前行 除此之外 别无他吧